大家好,这里是要尘文里人宇宙世界第一的好朋友的家门大看 我会告诉你这个世界里所有问题的答案 一定不要忘记订阅按赞打开小铃铛 不然真的会把我弄丢哦 现在正片开始 大家周五好 我们好久没有讲游戏类的项目了 对吧 那大漂亮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个游戏的项目 那为什么要讲这个项目呢 是因为大漂亮觉得这个项目应该大家会非常喜欢 因为大漂亮看后台数据啊 知道大漂亮大部分的粉丝都是男孩子对吧 那今天这个游戏呢就是关于篮球的游戏 你们应该会非常喜欢 好那今天视频呢也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呢我们先来聊一下这是个什么游戏 第二部分呢我们来总结几个点 优点缺点风险点机会点是不是 那大漂亮不给你总结的几个点 你们永远不知道这几点是哪几点是吧 好那第三点呢就是抽奖 好那这次呢大漂亮也给大家准备了400U的USDD的奖品送给大家 那最近的这几次抽奖呢大漂亮抽的金额其实都还是比较大的 大漂亮发现不仅抽奖大家不积极 而且领奖大家不积极啊 很多人中奖了迟迟不来领奖啊 这当务大漂亮很多工作进度 那希望各位参与抽奖的小伙伴及时去看大漂亮推特的猪鸟信息 及时去领奖啊 那以后超过三天不来领奖的小伙伴 所有奖品都是作废啊 要不然大漂亮的工作量实在太大了 好那我们开始今天的正题啊 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个游戏是个什么游戏 这个游戏的名字呢叫Basketballverse 非常的直接篮球元宇宙 就叫篮宇宙吧篮球世界是吧 它是一个web3的篮球项目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官网 首先我们打开它的官网 我们就看到了它的slogan是吧 让你的篮球元宇宙的生涯配 什么意思呢 就是play to earn 你在这个篮球元宇宙里面的这个游戏生涯 会得到相应的付款 那不就是play to earn的意思吗 好我们来看一下它这个视频 视频往往非常的言简意改表达一切问题啊 好视频看完了我们来挑几个重点来讲一下 首先第一个重点呢就是这张图对吧 它说你要玩并且升级你的球员 那对我们来说是不是就是非常熟悉啊 那就是你的球员啊 你操控的这个角色它就是个NFT 你可以玩它呢 但是你要升级它 你玩它你肯定要去购买对吧 你购买就是你付出的成本 那你升级呢也是你付出的成本 那接下来这个小字呢 说你有了这个球员你就可以干嘛呢 你就可以去对战 然后去赚到收入 你可以去打球了 然后打球赚收入 那这里就有支出有收入啊 这就是一个经济体制 好再往下看 这里呢是管理你的什么呢 你的空间 那这个空间是你的球场 你可以拥有一个球场 你也可以租赁一个球场 然后你还可以对你的球场进行升级 那这里面是不是也有经济体啊 你买球场 升级球场是不是要付费呢 租赁球场租出去呢 是不是就是赚钱呢 好再往下看这里说是 你要成为一个club的owner 就是你要组建一个俱乐部 你组建一个俱乐部 你就可以签球员是吧 也就意味着你可以操控不止一个球员 那你就可以买更多的球员 花更多的钱 当然呢你的收入也是更多的 那它这个故事线呢 其实跟传统的篮球的行业的故事线 赚钱逻辑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对不对 那视频呢最后也说了 它说建立你自己的篮球的元宇宙的生涯 换句话说就是 他们项目把这个篮球行业的 所有的经济体制 完全的搬到这个 web3的时间里面啊 做了一个篮球元宇宙啊 就是这么个意思 好那我们接下来往下看它的官网 那这里有一个介绍说 它是一个3D的游戏啊 Play to Run的3D的游戏 那它的人物的形象看起来就这样 很酷 全都是多面体对吧 很酷的一个3D形象 然后它游戏里面的经济体 也是完全模仿现实生活中的篮球行业的经济体制 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然后呢你在这里面可以发展你的球员 然后管理你的俱乐部 甚至还能做你的粉丝团 做粉丝经济 然后你还可以拉赞助赚广告费 然后你也可以打比赛赚奖金 就是现实生活中怎么干呢 你这个元宇宙里面就怎么干 那这几点呢 是他们项目方给自己提炼的几点 首先呢我们的游戏视觉很强 是身临其境的游戏 然后头等的机会 没有什么内幕 然后还有公平的竞争 然后还有公平的一些奖励 然后还有非常多的这个赚钱的机会 非常多的赚钱的机会 就是赚钱的渠道嘛 可以多种方案都可以赚钱 最后这个意思是说 他们也是非常的愿意合作 可以找一些比较牛逼的人来给他们做赞助 做站台 那这里呢大漂亮找到了他的推特啊 我们来看一下他找了哪些的合作啊 好那这里呢就是他的推特 他现在有四方二个关注 好那第一篇呢 其实就是跟一个球员的合作 我们来看一下 好那这个球员呢 其实大漂亮不认识啊 问了我的工具人呢 才知道他叫班巴 他是奥兰多魔术队的中锋啊 其实男孩子应该会比较关注 他是属于那种天赋很高 然后又年轻的这样的一个球员 就是没有太出名啊 而且呢他所在的这个魔术队啊 热度也不高 所以呢本身本人不算太火啊 这是第一点 就是他合作的这个篮球明星不是太火 然后这个也是他合作的 那这个我就不再多说了 你们感兴趣的或者认识的 自己去扒一扒 那这个我扒了这个班巴的推特啊 那我仔细的翻了之后 我是没有找到他跟这个项目方互动的部分啊 基本上他的推特都是发的自己的一些事情啊 但是呢这个项目方敢在官推上 爱的他应该是不怕查证的啊 应该是这个合作应该是真实的 毕竟他这个班巴好像也不是特别出名的NBA明星啊 好那我们接下来回过来看他的官网啊 好往下看就是说他们的metaverse分为三大板块 一个是球员 一个是俱乐部 一个是场地的租赁对吧 那这种呢也是现实生活中的篮球行业的布局对吧 好那接下来的部分呢就是讲要创造一个完美的篮球行业的体验 怎么创造呢第一个首先呢是earning的部分就是赚钱的部分啊 这肯定是吸引人的而第二个呢大朋友把它翻译成没有地域限制 你想他这样一个线上的打篮球的游戏总比现象的好玩吧 现象的你至少不能跟美国的小伙伴玩 但是你在这个游戏里面你就能跟全世界的小伙伴玩是吧 那第三部分呢叫playing就是玩的部分 那这玩的部分呢就是他们游戏的体验感 他自称要做的特别好 但是游戏现在还没上线谁也不知道啊 首先play的部分你可以去参加这种pvp的比赛是吧 就是你组队啊还是你弹打啊是吧1v1 3v3 5v5 这种都是游戏里面非常常见的比赛形式对吧 那第二个呢你可以去参加联赛是不是 那联赛就有点像pve对吧 那第三个呢叫在联赛外打球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约架你可以找人约架 然后做一些免费啊或者付费的约架 你可以租用那些有场所的就是有那个运动馆的人 你租他运动馆这不就是产生另外一条利益链了吗 第五个呢就是买这个游戏里面的消耗品 升级你的人物啊或者是买一些这种营养剂啊 进行一个人物的升级啊 你战力的升级对不对 那第五个呢就是你去管理俱乐部对吧 管理体育场 那收入的部分呢也是很简单分为四个 就是你打比赛你可以赚钱 不管是pvp还是pve 还是你找人约架你都可以赚钱 不仅赚钱还要赚经验值 经验值也是可以帮助你升级 那除了这个呢你还是可以卖NFT的就是你卖球衣 你的团队你的俱乐部有了粉丝 然后有了用户之后你就可以去卖你的NFT 那第四个呢就是卖商品 这里的商品呢就是游戏里面的所有资产 包括你如果是一个俱乐部的老板的话 你的球员呢也是你可你的资产对吧 那第五个呢就是你可以现实世界篮球明星品牌 或者是体育场呢建立合作伙伴关系 也就是意味着你可以去拉赞助啊 你在这个游戏里面真正做得非常厉害的话 真的非常火的话你也可以给线下的这种 真实世界的这些男球明星和品牌和合作 好它游戏没有出来呢 那这里有一张图我们来简单感受一下 就是大概能了解它这个游戏怎么玩的 你看这是个小人是吧你的队员 那这里呢有一个它的分数就是这个队员的总分 好那这三个因素呢就是这个小人的一个基本特质 那这里有七大技能 你看这里速度啊篮板啊传球啊投篮啊 然后还有抢球切球是吧 然后还有防守啊等等 这七个特质呢就构成这个人物的特长 我们看到它这几个技能加起来它的优势 感觉你看它的射球非常厉害 感觉它应该是能当一个得分后卫 你看它速度各方面也都还不错是吧 那这样的人他就适合当一个得分的后卫对吧 好那通过这个图呢我们就大概能猜出来 它这个游戏要怎么玩呢对吧 好那这里是代币经济学啊 那我们来看这个分布图就大概能看得非常清楚了 首先它非常大的比重是哪里呢 是这个Patreon呢在30%是吧 留了30%给游戏玩家去玩 那看起来还是一个非常大方的项目方对吧 但是呢你看到它的私募啊24%对不对 早期卖掉了很多筹码 那这个目的可能是跟它的游戏开发需要大量资金是相关的啊 它需要一大笔钱去开发这个游戏 那它们这么做感觉起来还是合理的对不对 好那它自己团队部分的留了14%还算是合理 那这个ecosystem它留了20% 那这个也是基本上是给玩家的是弹性的部分啊 好那它这个代币呢现在在什么阶段呢 是刚做了私募的阶段啊 什么估值呢1500万的这样一个估值啊 好那这个代币的名称呢叫BV2我们具体的细节就在白皮书里面找一找啊 好那这个白皮书里面讲了 它们是一个ERC20的代币啊 是发在以太电上的啊 那它们也是单代币机制 游戏里面的这个智力代币呢 就是这个BV2也是它们项目的唯一代币 那这个代币的有一个释放情况 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 那这张图的横轴呢 它不是说它是具体哪一个月 就是说是第一个月第二个月第三个月 那可以看到基本上都是线性释放的一个状态 那开始释放的点呢 其实是游戏上限的点啊 为什么呢 你看啊 这个部分这个粉橙色的呢 是游戏Play 2的部分 那它从零是开始这里啊 后面开始变多 那其他也是从这里开始释放的 就证明它游戏上限之时就是 所有部分的代币释放解解锁之时啊 好那我们了解完它的经济模型 我们继续往下看 这里呢是它的合作方啊 合作方有很多的资本啊 刚才我们也看到了 它在私募阶段卖掉了24%的筹码啊 那它有很多合作方 那应该都是在这个阶段进来的 好那比较熟悉的抹茶是不是啊 这个点证资本应该是一个国内的资本啊 等等一系列的这种VC Impossible Finance 还有这个UG也是一个VC是吧 好那其他的大账也不熟悉 那我们继续往下看 那这是游戏工会 你看这些合作的游戏工会 好那这个游戏没上线就已经签约了这么多游戏工会 那证明它的可玩性应该是在行业内啊 应该是被认认可的 而且它在行业内应该是有一定的这种号召力的 应该是熟人创业 就是这种感觉是不是 好那我们来看它的团队啊 它这个团队全是实名的 而且它每一个人我去查都能查到它的领音 你看比如这个人我们复制一下去查一下 你看这就是它的领音啊 但是它这个领音大漂亮是打不开的 你看打不开的 它这个是有权限的 它是会员我不是会员 所以我就不能看它的领音啊 如果有人有领音会员呢 可以去深入研究一下它这个创始人的真实性 那它对外一直去露面的是这个人 就是CMO 它的CMO 我也找到了它的Twitter 这里是它的Twitter 讲的基本上都是他们项目的事情 然后也有一定的热度 感觉是个真人啊 好那我们讲完了团队 我们来看它的发展路线 那这里发展路线现在是进行到了这里 对吧 那已经做了什么事情 建立了社区 对吧 然后做了一个智能合约 然后游戏已经开始开发了 对吧 然后也找到了合作的partner 刚刚那几个NBA明星是不是 那接下来要做什么呢 要上线一个游戏的demo是吧 在QR 然后demo上线完了之后 要找用户收敌一些feedback是吧 找一些反馈来修补来提升 对吧 然后还要做的是NFT销售 那对这个项目感兴趣的 小伙伴呢一定要注意的 因为QR就是现在对吧 所以它的IDO和NFT销售呢 可以适当关注一下 我来到它的官网来看一下 看说了没 没有说IDO的讯息啊 好那感兴趣的朋友 可以持续关注它的Twitter 然后我们就往后看 那QR呢就要上线 Alpha版的游戏了 就是测试版游戏 你就可以玩了 那游戏里面的相关的 NFT租赁环节呀 等等一些就要上线了 好那今天QR呢 就要上线一个Beta版 对吧 那整个Beta版上线呢 整个游戏 基本上就有一个雏形了 对吧 所以今年2022年 是这个游戏的重点发展年 那我们也可以实时 关注它的发展 如果真的是很顺利的发展 那这个项目应该是 还是非常不错的一个项目 对吧 好那这里有一个Let's Play 当地址填在这里 它有什么消息更新呢 它会通知你 这样就不用你自己 去盯那个Twitter了 好那由于这个项目的 代币都还没有发 那这个白皮书 代表人在这里就不多讲了 那我们就算 把这个项目给了解完了 好那我们来总结 以下几个点 第一点我们先说一下 它的优点 那它这个优点的代表人 要强调一下 是假设在它项目方 给我们的所有的资料 都是真的的情况下 团队也是真人 这也不是一个狗装 也不是拿其他人来骗人 就是他所说的这一切 这也是真人找的NBA选手 也是真的NBA选手 这也是真的是 他们的合作方案 假设一切都是真的 的情况下 那它的项目的优点 第一个优点呢 其实是我觉得 最重要 最让我喜欢的呢 是它的游戏设计 其实非常细致 那这个呢 我给大家简单看一眼 如果讲太多 今天的视频又长 这里是它的XSYSUM 这个图 我给大家点开看一下 它其实它游戏里面 这几张图 基本上把整个 篮球行业的 所有的精力链条 都给画出来了 而且呢 它这个精力链条 全部都用它的代币 BVR给串联起来了 这个感兴趣的朋友呢 可以仔细去看一下 它写的 虽然我不打篮球 但是我认为 它应该是很贴切的 而且是非常细致的 就觉得它是一个 很用心的项目方案 好 那第二个优点呢 是它的行业里面的实力 你看 它至少能找到 这些NBA球员 那证明它在传统的 篮球行业里面 其实是有一定的 影响力的 再加上呢 它官网上面写了 它那么多的合作伙伴 我觉得它这个创始团队 应该是那种 资源型的创始团队 就是它想做个项目 有人愿意给它钱 就证明它在 它曾经的世界里 在创业之前 它的人脉跟口碑 应该混得比较好 虽然可能 没什么谈判筹码 稀释出去了24% 但是至少 它的人脉是OK的 对吧 那第三个 我觉得比较好的点呢 是它切的这个赛道 是比较好的 因为我之前 一直跟大家强调 你要判断一个游戏 是不是一个跑得快游戏 要看这个游戏 有没有真正的收入 什么样的游戏 才有真正的收入呢 就是可玩性高的游戏 才有真正的收入 就是人家愿意付费 来玩你的游戏 那就证明你游戏得好玩 是不是 那它里面设计的 这些赚钱逻辑 包括它的画风 看起来应该是一个 比较好玩游戏 这个赛道 应该是能赚到钱的游戏 它最后应该不是 一个零和博弈 它是能收上来钱的 只是看起来 但是它的游戏 到现在还没有上线 大票也不能往下截顿 这是大票觉得 它三个比较好的点 那缺点呢 同样是有的 像这种游戏的开发 难度是非常大的 对不对 因为它毕竟是个3D的游戏 大票对它的 最大的担心呢 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road map 最大的担心呢 就是它的延期的情况 它很有可能 制作周期 它可能要拉长 对吧 我不知道我的粉丝里面 有没有传统游戏行业的小伙伴 其实如果有人 是传统游戏行业的小伙伴 应该会非常清楚的知道 游戏延期上线 在游戏行业里面 是非常常见的事情 对吧 如果它代币上线之后呢 它出现延期呢 就会导致 整个市场的信心不足 导致代币的下跌 对吧 这对我们来说 就是非常不好的事情 好 那来说两个机会点吧 两个机会点就在这里 一个是IDO 一个是NFT销售 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呢 就关注这两个机会点啊 这还是非常早期的项目 提前布局 后面才能赚钱 对吧 而且就在Q2 应该就是最近要发生的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好 那最后又到了 我们的抽奖环节 那本次的抽奖的奖品呢 是20份价值20优的USD体 那本次抽奖的暗号呢 是耐心 是价值投资者的必备品质 那为什么要说这句话呢 真的是大漂亮最近的心情 那大漂亮之前老是跟大家讲一些高端的项目 但是呢 你们就又要充土狗 那大漂亮给大家讲土狗项目呢 那有的人呢 他就是控制不住情绪 他就是爱FOMO 他就是容易被割 你说有的时候大漂亮也很难做啊 那大漂亮也一直以来都是认为 我们的市场最终是要回归到价值投资的这条路上啊 那所谓的土狗类的项目 都是现阶段一个非常短的时代的产物 他不会持久的 对吧 以后卷起来那还有土狗什么事情 对吧 所以呢 我们以后还是要做一个价值投资者 那价值投资者必须要是有耐心的 跟你充土狗一天十倍完全不一样的逻辑啊 我们要充满耐心去看待每个项目 所以呢 今天的暗号就是耐心是价值投资者的必备品质 好 那怎么抽奖呢 那第一个任务呢 就是你要去打开大漂亮YouTube频道的小铃铛 第二步呢 你要打开大漂亮Twitter的小铃铛 两个小铃铛都要打开呢 那第二个任务呢就是给本条视频点赞评论加转发啊 这是看视频的基本美德 对吧 那大朋友再提醒一下 好 那之前参与抽奖的小伙伴 很多人没有中奖的原因是任务做的不达标啊 就是这个转发没有做啊 那就导致没法中奖啊 那大朋友在这里提醒一下 一定要做转发转给你的群里面 或者是转到你的Twitter 转到YouTube都是可以的 第三个呢 去大漂亮的Twitter找到那条带有抽奖暗号的Twitter 那在那条Twitter下面留言以上两个任务的截图 然后转推at你的五名好友 那这次抽奖任务呢 看起来三条 那其实是非常简单非常好做的 所以呢 大漂亮就把at调整为五名啊 稍微增加一点点难度 好 那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大家赶紧去做任务抽奖吧 哦对了对了对了 还有一个大事没干是不是 那就是开奖啊 开什么奖呢 就是开牛油果的奖 那牛油果的奖品是50份300枚PPI 那恭喜这50位中奖的小伙伴 好那你们中的奖呢 300枚PPI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什么价格啊 在这里PPI现在一枚是0.368 那你们基本上是100多优的奖品啊 一下子从大漂亮这里领走700块 人民币开不开心 一笔一碗 开不开心 好那也请这50位非常幸运的小伙伴 尽快到大漂亮的TG群里面找管理员 或者是在Twitter给大漂亮私信 大家尽量在三天内完成啊 那三天之后大漂亮就开始正式发奖了 还没有联系大漂亮的小伙伴 那是做奖品作废哦 好 今天的视频这次是真的结束了 拜拜 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视频里面用到的所有参考资料 都放在视频下方的说明里 希望这期视频能够帮到你 如果你想更快的找到我 不要忘记关注我的Twitter Twitter链接也在视频下方哦 好了我的朋友 我们下期见 拜拜